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馬上有請丁主委 洪委員好 主委你好 接下來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跟您繼續 共同努力 在上一次 我們會面的時候 你私下拜訪 我給你提了三個問題 那在 林玄院長 他所提出來的施政方針的報告當中 我也很 清楚的看到 院長他在他的施政方針 講了這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 過去一段時間不斷在討論的 Fintech 第二個 是強化網路借貸平台 P2P的業者管理 第三個是增進金融消費者 的權益跟投資人的保護 這個是在 院長 他提交給本院 的施政方針裡面所奴列出來的事項 今天 在你的書面報告當中 我大概可以理解 有一些業務啊 是延續性的 但是我必須要講 請主委不要見怪 我看到這份書面報告 我有點失望 失望的理由是 連院長在施政方針裡面 所點出來的東西 在你個別部會的施政報告裡面 竟然沒有說明 甚至還有知之未提的 沒有關係 我們接下去 一樣一樣來看 第一個 這個是今年5月 我們的金管會發布的 金融科幣 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 那我知道這跟你沒關係 上一屆金管會的主委 卸了以前 他就發布了 我現在請教你 主委看過這個白皮書沒有 看過 你認不認同裡面 所寫的 部分如果 立刻可以採行的 我們當然一定要馬上做 但是 沒有我現在 就以你啊 對這個科技排皮書的評分啊 從0分到100分 你會給幾分 這個地方可能 我們是 那個是很多的 學者專家 以他們的同仁提出來的 沒有我 當然啦 裡面有誰參與寫作 我不管啊 對 出來的 發表的民意人是誰 是 是金管會嘛 是金管會嘛 沒錯 對 所以金管會要負責嘛 是 那我說我已經說了 這是你前任的人寫的 是 所以我沒有苛責你 但是我現在請教 你也剛剛有跟我說 你裡面都看過了嘛 是 從0分到100分 你會給幾分 我想 不太適合打分數了齁 但是就是說我們 剛剛講 裡面有一些制度跟政策 正在做或者可以做的 我們都會盡力去 裡面有沒有你不認同的部分 不是不認同啦 就是說在程序上也許要經過一些的調整 那沒有關係啊 你現在已經新上任 接下來好幾年 當然我 我對你的期許跟院長一樣 希望你做好做滿 謝謝 就是一路做下去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今天要跟主委講一件事 是 請你回去 再重新的看這份白皮書 是 重新的檢討 好 該改的就改 對對對 再提出一個修正本出來 好 那我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要求 旁邊這個是英國政府 他們在去年 所出的 Fintech Futures 是 一樣是他們政府對於Fintech發展的白皮書 這兩份白皮書我都拜讀了 我必須要說喔 我們的白皮書發展的 比人家晚 照理講 前面的人做過什麼事都應該參考過了 但是這兩個品質跟水準 有一定的落差 謝謝 那當然我這樣的評價 如果主委覺得 很不恰當 你也可以再回去看看 好 我們下次可以繼續討論 好 我隨便舉一個地方啊 在我的白皮書裡面說 要打造一個 這個 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這個是在白皮書裡面寫的 2016年5月出版的 主委你知道 這個國際創新創業園區現在在哪裡嗎 我們台灣的嗎 台灣的好像是 對啊 是在台灣的 對對對 那個已經有的好像是在空總裡面吧 我記得那個已經有一些在運作了 地點還沒有訂 對還沒訂啦 之前有訂啊 之前本來是要在花博那邊嘛 花博那邊 對 那後來取消了嘛 對對對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取消的 這個不太清楚 2015年8月21號 國發會就發新聞稿了 結果在你們經管會所出來了這個報告 2016年5月的報告 還把這個事情寫進去 還是在選定台北市花博公園作為國際創新創業園區 我看了簡直快要昏倒啦 這連基本的客觀事實都搞錯啊 然後在這樣的基礎上你說 美國經管會要大力推動Fintech 我說了齁 主委也認同我剛剛講的話 對 把這個白皮書回去做修正 好 看什麼時候再提出來 因為你們一旦修正下去了以後 接下來整個政策的推行就要往那個方向走嘛 是 那這個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英國他們在裡面的發展計畫 所提出來非常具體的政策建議 是 那我也拜託主委在進行這部分的修正的時候 能夠請工作同仁大家回去好好念一念 是 有哪些事情是英國有條件 我們沒有條件所以不能做的 那也把它寫清楚 那有哪些事情是 人家已經具體的建議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那我們為什麼不踩 考慮是什麼 好 也要把它說清楚 那要不然的話 我國在推廣Fintech好像是在 跟著新聞的熱潮在走 那國外實際上面發展的策略發展的方向 完全脫節 對 我們會參考 會叫他們去了解謝謝 我們現在目前金管會有沒有評估過 就Fintech的這個產業 整個產值大概會有多少 比例怎麼分配 他們 沒有關係金管會如果有其他的同仁可以 上來幫忙主委的現在就上來 我的問題很簡單 有沒有評估過Fintech 一年的產值有多少 他的比例如何分配 這個是人家英國人做出來的 是 20 billion 台灣的分析在哪裡 這個只是基本的喔 我還沒有問下一張Forecast的喔 我想他們會找一下那個數據 這國際上好像是 當時我看到是兩兆美金的樣子 當然啦整個國際上面大家現在都覺得 這個市場很大嘛 那這跟台灣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也有關係 也就是說我非常認同台灣未來 必須要走創新創意 我們必須要從軟體這邊 從軟實力這邊 不要再去拚製造業了 但是我們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也做得像樣一點嘛 好 謝謝 那這個是 英國做出來的 P2P Lending 他們的Forecast 那如果前面這個頂啊 都做不出來的話 或者還沒有做 後面這個Forecast的我就不用問了 P2P Lending怎麼管 現在時間很有限 我們希望未來 可能要有一個中介機構來幫忙 因為那個P2P最大是信用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已經想過 可能是我們聯徵中心 可以出來提供一些的資訊 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 不管是院長的施政方針報告 還是你今天所提出來的報告 我大概只都看到兩句話 就是要開始研議如何管理 那什麼時候可以研議出來 我想我們很快的時間吧 因為那個 多久 我想一個多月吧 一兩個月之內 會有一些初步的結果 你是不是承諾我在 做你們這個事情以前 是 廣泛的蒐集各界的意見 是 最好是由金管會開個公聽會 有 會 讓大家都有意見可以表達的機會 那最後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要看到的是 從院長的施政報告到你今天的報告 是 全部都是 要研議嘛 對 那你需要時間沒有關係 好 第二個問題 金融消費者如何有效保護 這個一樣 是在院長的施政方針裡面 上一次我們私下會面的時候 我有當場跟你表示過 是 我對這件事情的關切 是 但是我今天拜讀了你的整個報告 我看不到說 你接下來 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說 在金管會裡面 我們當面的時候 我也跟你講過 有雙億的 目標 是 一個是 就銀行的那個部分 另外一個是 一個是就金融機構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就消費者保護的部分 是 我上次也請教過你 現在金管會裡面 到底誰負責 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我們有個金融消費者 那個保護的那個 相關的機構 那個是已經在103年 就已經成立了 你講的是平易中心嗎 平易中心 來平易中心的董事長請 是 我上次質詢平易中心的董事長喔 所有金融消費者去 平易中心申訴的 過去五年 他們認定違規 移送到金管會 只有五件 五年只有五件 我上次就拋出了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是說 我國的金融體制 從金融保險 政期大家都循規道具 大家對消費者都太好了 所以沒有任何的違規 對的情況 導致沒有必要去做處分 這個是一個hypothesis 但是我相信 生活在台灣社會的人 會把那個hypothesis 當成笑話 第二個部分 就牽涉到enforcement 法規在那邊 誰在enforce 所以我一直在問說 金管會到底是誰在處理 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來請那個平易中心的董事長 好 我請代表本中心回答委員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根據那個金保法 那上次委員垂巡的問題是 我們平易中心並沒有這樣 特別的這個法定的義務 要跟金管會就違規的事項提報 那經過委員指證之後呢 我們平易中心也有開了一個 內部的會議 把這個作業都做出來了 那至於說 金管會內部誰來負責這個金保法相關事 董事長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我很快插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 你剛剛說的重點是 過去你們不認為那是你們的法定義務嗎 那第二個是 但是我上次問了以後 配合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修法 你們也認為這是你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且在研議辦法嘛 現在辦法是不是送到金管會了 好 第三個 接下來 如果金管會認為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相關法規的Inforcement 要由平易中心來做 那就由平易中心來做 要不然我本來是要推動在金管會裡面 設一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先給你們時間 我先給你們機會 你們好好去做 我們過一年過兩年以後 再來檢驗成績 看平易中心做的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這邊是法務處吧 這邊在做那個相關的事項 沒有問題 我們又會有人在處理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想大家很矚目 我們登記第三位 是我們前金管會的主委 現任立法委員 曾明宗曾主委 曾委員請質詢 那大家看到現在兩位新就任主委在場 不過他們現在攻守異位 那本來曾主委都是很早都是搶第一名 那結果呢 今天吳秉瑞委員五點半就到現場